第2節 貴人是人的人格 你一定要沒有孝道便可以死定 第二,還有一件事 孝道一定會取得王 你剛才說孝道 孝道是貴人 你是說誰是賭王 你開了一個題目說賭王 你開了一個題目說賭王 賭王就是霍之亭 然後我們做人 除了父母 最親近就是老婆 如果你老婆 你也不忠心於他 你也不信他 你怎樣會富貴 人家以前的大老闆 看你認識什麼朋友 對老婆怎樣 對父母怎樣 才讓你走路 我怎樣呢 大家可以分享 我從80年代 我集團公司 給了老婆 1999 但我老婆不知道 後來律師 我們做文件的時候 律師 扎家仙說小便 叫我去郭先生 你不去那間房子 好嗎 老國 會死人 你老婆一吹雞 你想想 一尺地也沒有 他是否這樣分配 公司的私人 我公司的私人 我吵你 我有本事 我吹吹吹吹吹吹 我不用擔心鍾佩琳 那時候鍾佩琳 那時候鍾佩琳 不跟我做的 他不是死人 你老婆一吹吹吹 就下班了 即是要去廁所 說 我怎樣跟鍾力師說 我一個女人嫁得我 她是整個命運 擺在我的手 這就要駁你嘴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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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幸運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她嫁你 她都把命運交給你 有些人會這樣說 我當然不會覺得這樣 如果我都不相信她 這些生外淺 要做甚麼 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其實我會覺得 在每個時期的想法 都可能不一樣 我是學日本人 我做日本生意 原來他們每個月出糧 都會給老婆 如果你不給 全國社會排斥 你每天都會拿五元上班 所以日本人是藏庫移民 我學了假製 我從新港來德國 我老婆又相信我 我沒理由不給她 所以如果你做男人 其實是穩陣的 除了她離開了 是穩陣的 我自己保存 自己亂說不笨 你明白嗎 一定是這樣 自己亂說不笨 我當年96年 我的小孩和我老婆 去美國的時候 如果我不是給她了一塊錢 做乞丐 結果輪到我 我自己那塊錢就輸了 你明白嗎 你假裝報紙不見千萬 炒股票又輸 那沒有了 幸好人家放在她那裡 所以你們想 我們不要說大條道理 這是真的 這個事實 你一定要 我的經驗就是這樣 我是賭家賭家產的時候 幸好有她 你是收身 她不是 她本來很多錢 就變得更多錢 分別就是這樣 我老婆和我手遇了物業 我們一直做不用欠人 因為她說這件事不要買 那件事不要買 你明白嗎 你又不是 我們這些 就是這樣 分別就是在這裏 所以第一 你成功一定有貴人 所以我們到了現在的年紀 不用做乞丐 是其中一個原因 你明白嗎 收身齊加 其中一個原因 不用做乞丐 以我們的性格 要不就發財 要不就做乞丐 可能就輸了 現在不用做乞丐 那就是靠這樣 我現在告訴你 所以大家看我和我老婆拍車 拍到這麼多錢 就是我們相信老婆 所以男人出來惹遊可遇 千萬不要搞小三 盡可能環境之下 不要搞離婚 真的要結束 你現在多少增產都要跟離婚 這些婚姻有關 那你能搞自己的故事 大老 那些港人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很經典的一個個案 就是陳廷華 這些經典的 人都不在 然後在增產過程裡 就爆了很多 所以這個是 一說錢的時候 親如兄弟父母 到最後變成這樣 我覺得都很悲哀 我們說賭王 每個人都有貴人 霍之廷有貴人 還有賭王 會有一個特色 自己不肯賭呢 這個很重要 是不是 自己開賭他不賭 是葉漢賭 但是很多人有一樣 葉漢賭都很老 因為很多人喜歡拉斯維加斯 承著輪椅 承著輪椅 都坐在那裡賭白鴨賭 他去到就給200萬美金 籌賭他賭 對拉斯維加斯 對 兩球美金 但他整天都贏 消磨時間 但說到葉漢 他是一個奇人 很多人說他聽識仔 很厲害 只是很脆 不是 真的會聽識 是我的小伯 因為當年阿生哥拿牌 是拿不到的 就是我師父黎東勳的一叔 羅寶的兒子 是葡萄牙籍 當時羅寶是做財政廳長 何元跟著他 用了羅寶的兒子 你現在回去看葡京的集團 是做羅寶爵士 是磁牌人 就是葡萄牙人 拿到的邦韓新哥 跟葉漢他們起 葉漢哥 他年輕時打爐九宮 因為爐九的兒子 很老套 囂事 葉漢就無人 後來跟了父老榮 跟了父老榮 他不是天生的聽識 他賭錢是厲害 因為他自小喜歡賭錢 都研究很多賭錢 他不是聽識厲害 為何會後來聽識厲害 他不是要來聽識去賭錢 他起家就是 因為那間豪卿公司 在澳門 跟高可靈父老榮那件事 走了一個聖金的人 在當年 在戰前 在他們的賭場 在他們的賭場 每天都贏 賭色仔 贏到那些人 有多小 賭場都在家裡 便飆了河 後來 如何破壞他 葉漢 當年葉漢 做可守聘請他 他一直練到很厲害 找了葉漢 他一直練到很厲害 他不是練聽識 他練搖識 盡量搖那盆識出來 是全識的 當年葉漢入手 就是 他的手定到要搖那幾顆識 是開圍識的 這樣擋住這個聖金的人 幫助父老榮 但都不肯賭 你沒可能鋪鋪開圍識 正常一副識仔 二十幾鋪出一次圍識 他熬到十鋪出一次圍識 已經很厲害 你什麼都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 再這樣搞下去 整間賭公司就要倒閉 葉漢 他跟老闆聘請了一個禮拜假 日夜來想辦法 拿著色鐘 怎樣弄了這傢伙 這麼厲害 後來他 真是厲害 葉漢這個人 他聽識這麼厲害 怎樣破壞 他找了一種叫做圓玻璃 來做個鐘 這樣就聽不到 現在一定聽不到 現在更加聽不到 現在是電動 是電動 蓋住了 他說是擁抱 但葉漢的首飾 他是熬到全飾 這樣就受人重用他的 受人重用他的 這個就是他 最拿手的 這是技術 這是技術 到後來他因為 要破這傢伙 他自己又學他聽 那他倒伯格洛 要看得到這些牌 哈哈 八格洛 我真的不知道 但八格洛 我知道有一個人物 在我八十年代初見過這個人 他是贏到大西洋 要改了這牌 幾副 他是追賭這牌 都算八兩幣 一次他都會贏幾百萬 每次回生 在八十年代 那些人在賭場 就馬上出現 一兩次就已經出現 都不讓你進來賭 後來葉漢 經常想做一間公司 去了 找一些人埋班 找了阿新哥 還有一個是阿新哥妹妹的老公 葉德利 這個人很過癮 葉德利 他真是專門花錢 專門追賭貴妹妹 很興奮復老 他真是花花公子 他跟人差一點 聽說他們當時開檔 生馬仔也有些份 有 記得嗎 蒲經有份 我記得 有少許股份 我記得有些股份 最初是生馬仔有份 大股份應該是霍英東 他後來是 十姑娘說 也要向他借錢 皇申也要向他借錢 十姑娘就回去 跟他 唐大佬何鴻章借錢 後來就去賭 後來新哥很聰明 但新哥也說 他的新人最佩服是霍英東 跟我們聊天 因為老霍做生意 他就不問他做甚麼 他都做份 他說霍英東是無保不落 他想起那些數 你想起那些數當然無保不落 那時候霍先生 他那些霍英東的人 是很念舊的 你也認識一個人物 叫邵國柱 租在金巴黎道的大華夜總會 就是霍英東的物業 即是大華那裏 是的 即是地牢那裏 現在好像做飛亞譜 現在做很多年 現在做特不祥 不是特不祥 不是特不祥 現在不是特不祥 他現在不是特不祥 那裏應該是做那些 現在是做大馬那個位 大華夜總會試過有個媽媽三人 在那裏 現在做了祥辱 我經常在那裏 我知道 那為何霍英東那些人物 那一代很古怪 那時候邵哥 他最早青年十萬軍 劫駕佔戰艦 回到大陸的時候 國民黨下來香港 當警察 當警察 當警察守羅湖 南北朝打仗 老霍就玩了貨 為何他買了貨 連過關片都不能派 人們就說他是靠韓戰法職 對吧 這個後期的 事實是靠法職 其他人就賺很多錢 那時候在羅湖關去過 你要打中關卡 那時候在羅湖關 邵哥在羅湖關 那時候拿了錢 他說老師 你買了貨 那怎麼辦 老闆又交了錢 不要緊 我幫你付錢 你搞定回來給我 有了那份感情 所以到後期 邵哥租了地方 霍山都不知道 到後期老邵 走上去續約 即是說幾十年前 他續約 霍山東剛剛上班 咦? 為何在這時候 沒有,我上來續約 他馬上當下帳簾 說下帳簾 和他的兒子 你們聽著 如果邵先生不發聲 說加租 你千萬不要加租 這樣啊 所以那時候 人們有這種道義 但老貨又如何節省 真的十點多 一珠城 做一碗叉飯 你做一碗叉飯 你做一碗叉飯 那叉飯又有多不好 不是 你說十點多 大哥 要你跟著他 跟著一碗叉飯吃 甚麼不好 他那幾個兒子 只有兩皮 現金一個月 震庭、霍震華 那些 只有兩雞 所以沒有casue 所以追女到頭兩尺 有張卡錄下 另外有一件事 就是他很頭疼 那他那些媳婦 如何選到離婚 後來 原來他每年 老貨有些事情 是很絕的 比我們都做不到 叫會計師 原來那些首席 給你帶些不來 是給他 是公司資產 會計師要點數 你這樣每年點一支數 那些是否很厲害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等於有人說 趙世僧 也是這樣 你不以置評 那些霍家 最麻煩的是她的女兒 霍麗娜 老霍師 也跟我們責任 她的女兒是露土 去蕭頂 現在撐了一間蕭頂酒店 他真的要租別人 現在是長江 他又說進去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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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她說那些窗戶不肯定 不肯定就跟那個 霍麗娜總經理阿里交上來 這個霍麗娜 美國人不可以只換你監控 好,說到霍英東也對 他也是澳門 是普京的老闆 休息一會 我知道 炳麗娜總經理啊 不算是 我支持你 很早 我想替你 那些人 靠你 又問你 也是 多少 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